各位好 我们来看第四体的类体 那这个是关于等加速运动的应用 滴管的管口高出地板81公分 而且每隔相同时间滴下一滴水滴 当第一滴水滴抵达地板的瞬间 第四滴水滴刚好滴下 那重力加速度G是10 那请问第三滴水滴 在第四滴刚好要滴下的时候 以及在第一滴水滴抵达地板的瞬间 第三滴水滴的高度是多高 那这里就要介绍一个自由落体 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从这个等加速运动公式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事情 这是等加速运动公式 那如果说我们让这个 delta x 位移的部分 是落下的距离 落下的距离 是11gt平方 好这个是一个结果 那这有什么用途呢 就是我们的落下距离 会跟时间的平方成正比 也就是说如果时间是0秒释放 然后经过1秒的时候 到这边 那经过第二秒的时候 掉到这里 那因为距离会跟时间 时间的平方跟距离成正比 所以如果我们所画的这一段 叫h 那到2秒的时候 整段叫做4h 那因为它是时间 因为它是时间花2秒平方 然后h就会是变4倍 而不是变2倍 那如果说还有一个 第三秒的时候呢 那聪明的各位就可以判断 没错 这就是9h 所以它会是1比4比9 就是诊断 诊断从最上面开始算的话 经过的时间越长 经过的时间 是1秒还是2秒还是3秒 它的距离就会是1比4比9的关系 那今天呢 他要问的就是 诊断是81公分 然后在这个时候 第一滴水滴 已经要到达地板了 而第4滴水滴 刚要滴下来 好 那 也就是说它经过了4个时间 就是第4滴水滴 刚要滴这时候 我们可以叫它第0 然后在 第一滴水滴 它其实已经经过了 第一滴 然后第二滴 然后第三滴 然后第四滴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写 第一滴水滴 呃 就是 就是 第0秒的时候 是刚好在第4滴水滴的位置 然后第1秒的时候 会是在第3滴水滴的位置 也不是说第一秒 就是T 就设为T 然后再来 当时间来到了2T的时候 它会到第二颗水滴的位置 然后时间来到3T的时候 它就到了 第四颗水滴的位置 我们这边的T 给它用不同的颜色 做个区分吧 或是大梯 换成大梯好了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经过相同的时间 然后 滴下一滴水滴 那第一滴水滴 它其实已经经过了 3T的时间了 三大梯的时间 然后第二滴水滴 已经经过了 两个大梯的时间 第三滴水滴 它才刚经过了T的时间 这样的这张图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懂 那重点来的就是 它要问的是第三滴水滴到地面多少公分 它要问的是这一段 它要问的是这个H 它要问的是这个H 或者是说L 它要问的是L 这段嘛 那因为我们刚刚也有稍微复习 我们知道说 如果这个如果第四个水滴到第三滴水滴如果叫H的话 那第四个水滴水滴就是这个H 就是4H 然后第四到第一滴水滴就是9H 所以其实你这样比一下你就会知道说 从这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索求L加上H就会是9H 对不对 索求L加上H就会是整段9H 而整段9H就是多少公分 就是81公分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子 81公分 就会等于9H 然后就会等于L加H 所以你首先可以算出H等于9 然后又可以从后面的等式算出8H等于L 所以L就会是8乘9 就是72 好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关键就在于 落下距离跟时间的平方成正比 好谢谢